我住在酒鲜村 已经住了四一年 我住在羊首 差不多四十九年一共 我住在林一年 第一次住在羊首 来养舍 就是差不多的时间 有丽江 玉龙河 这个河也都是很美丽 也很干净 我觉得 所以都是 我爱国人希望大自然里 去旅游不希望大城市 所以我觉得 这个地方是 每一天都是很美丽 我在这里 49年 我还是 每一天我看这个山水 我还是觉得 哇 真的很干净 赶紧 瓶 也很丰富 赶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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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栋 差不多专手 有七七十多岁的老人 来他们所先 寫房子帮我们保护房子 因为他们说 他们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了 他们70年一直在这个房子 然后二次去新的房子 他们搬出去 他们自己还是 这个房子还是他们家 因为我是一个人来这里 但是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没有感觉是一个人 感觉就是这里是我自己的家 我居在这个九仙村 农村的人都是叫我 我的兄弟 叔叔 差不多每一间都有人 请我去吃饭 喝酒